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我们两个 现在越来越不像谈恋爱了 他对我已经越来越不上心了 我不是对他不上心 因为我们两个家境相差太大了 他也不肯带我去看他的父母 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未来 平时我也有找兼职工作 可是他却什么都不做 只知道打游戏 打篮球 我觉得他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我是学校篮球队的 打篮球为了比赛嘛 空余的时间我也做过兼职 就是没有他真的多而已 然后他就说我不上进 我家里人希望我可以出国留学 我自己也希望我可以出国 但是他却不理解 他就说出国不好 想让我陪在他身边 我接受不了异地恋 他做兼职的时候 有很多疫情跟他接触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金 21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小金 有请 女嘉宾小曲 20岁来自山东学生 来 有请小曲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好 好 好 谈了也谈了多久 一年半了 一年半 是大学同学吗 是 今儿你要来的是吧 对 怎么了 说说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半了 然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是学校的篮球赛 然后篮球赛的时候 你是打篮球的 他是看篮球的 然后我在台下就看到 这个男生打球好帅啊 然后就通过我的同学吧 然后要到他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认识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他对我特别照顾 领我去逛街啊 然后看电影 领我去见他的朋友啊 什么的 就是我很享受说 我在外面可能会比较强势一些 但是在他面前就是 可以做那种小鸟一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 我和他说一些我的想法 我想问他怎么了 他就是嗯啊 这种不回答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也不提分手或者怎么样 也不和我吵架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马上就要毕业了嘛 我们可能就是 我要面临着出国呀什么的 但他就是不同意 我就想希望他能理解我 然后支持我 听明白 怎么回事 老嗯啊呀哈的 我 性格问题吧 哦 性格 那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性格是那个性格呢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家境相差那么大呢 有多大 他出生在大城市 而我属于乡村那种 不是 你 哪个城市 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哈尔滨 你呢 梁宁丹东 丹东好啊 我家其实属于农村呢 那有啥呀 农村就靠种地啥的 每年维持 就是传统的这个农民之家 是吧 一年是靠收庄奖 来维持家里营生 是这意思吧 你们家呢 也是普通家庭 父母上班这种 没有做买卖的 我爸爸就算是做买卖的了 做买卖的吧 丹东对吧 你们家一年的这个纯收入 我指的纯收入有两万吗 就两万多吧 行 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 你掂量掂量 你们家的收入 比这个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倍 我不知道我们家收入 行 所以对于姑娘来说 没有概念 对吧 她是完全没概念的 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 生活费嘛 四千五千这样 你们算吧 她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是她家一年的纯收入 这就是两个家庭的差异 差异到底有多大 我们一个数据就看出来了 这个你以前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那没什么呀 那是她爸的 不是她的孩子 就是她现在喜欢的化妆品 比如口红啊 买一只都三四百块钱 你说对于我这种家庭呢 我一个月 我得多省吃俭用 才能给她买一个 可是我从来没让你给我买过呀 而且我自己 可以给我自己买得起啊 现在小姑娘不都爱美嘛 我也想给你买呀 那是你看到的别人好吗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从来没有说 就是说因为你的家庭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我去找你要过什么东西 我觉得咱们现在都还年轻 就是可以努力 自己努力赚来的 我也不希望花我家里的钱啊 你们俩现在努力在挣钱吗 有 我有啊 对 那不是挺好吗 她总嫌我挣得少 没有她多 然后在她那儿 就以为我是不务正业那种 那你打游戏也算是 就是物证业什么 你打游戏也不算 我打游戏我就玩那一款游戏 而且跟我的爱好有关系 因为我打篮球嘛 战术什么的 在游戏里可以轻松地体现出来 而不是教练说得那么繁琐 你的意思是你把游戏 当成一个篮球训练的辅助手段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么先进了都 我听说过飞行员这么干啊 但是职业篮球运动也好 每一个是这么干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穷 现在这个年纪穷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上进就是你的问题了 她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我在外面做的兼职 是关于就是礼仪模特这方面的 然后就肯定会去 就接触更多的人 不管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和我一生朋友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 然后她就会特别不开心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我认识那个同学的时间 比她认识还长 当天我去出活动 刚好在商场里面 我就想说活动结束了 我工作完事了 然后想叫她说 一起出来吃个饭 看个电影玩一玩 她当时就在玩游戏 然后就是回我消息 回得特别慢啊 然后就不理我 刚好那个同学就在附近 我就说 那就你就陪我一起出来呗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去 在那种商场里的移动 KTV里面唱个歌 然后那个就照了一张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了 然后她就一直抓着这件事情 补放 两人在一个小的封闭 密室这种造个相 那我怎么想 可是我既然敢把它 发到朋友圈里 就说明我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就谁还没有几个异性朋友 你就敢说你没有吗 我跟谁造过相呢吗 你是没造过相 她都把聊天记录删得可干净了 我看她那个朋友圈里面 有一个人叫 就是备注是妹妹 然后就互动特别亲密 然后我就想 就是可能是她家里人 既然是妹妹的话 就可以加个微信 然后没事问问什么的嘛 然后我就加了这个 女生的那个微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回事吧 真的 你就像个爷们儿一样 你说出来行吗 我如果他出国 我就跟他分手 在出国这问题上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亲戚 他们也在国外 有这个很好的条件 而且我有好多同学 他们也都在国外 我可以就是出去以后 我觉得就算是 对自己一种锻炼吧 不管是交际还是语言 什么各方面 而且回国以后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 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同意 就是我出国来考研究生 你希望即使出国了 你还能跟他这段爱情 能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不可能 因为他都不带我去 见他的父母 我觉得这他一出国 如果我俩发生什么 小争吵的话 这我找不着人了 你要求过要去见他父母吗 要求过 他说现在时候不到 我就不是很想说 我家里人过多地 来管我的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除非说 真的咱们两个走到 说结婚这一步了 我才说一定会去 引你去见我的父母 所以说现在其实在你心里 他只是一个男朋友 是吧 对 并不是一个结婚的对象 对吗 我希望说我们两个 可以继续下去 走到结婚这一步 但是他现在的状态 就是让我没有办法 就是走到这一步 他现在就马上要毕业了 然后还每天就是打游戏 然后就对自己的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想象 就是只是说说出来而已 他并没有什么行动